如果你有PS5,现在就可以免费下载这款铁拳8的demo版,体验版,进商店,往下走,热门内容第一个就是铁拳8demo,游戏容量20多G,这款游戏正式版将于下个月1月26号正式发布,最便宜的版本是569港币,最贵的是859港币,这是一款3D格斗游戏,游戏采用的是最新的虚幻5引擎, 明年夏天发布的黑神话悟空用的也是虚幻5,截止到目前,我一共玩过两个虚幻5引擎的游戏,一个是黑客帝国那个demo,第二个就是铁拳8,据说乌十三的新作,古墓丽影的新作,还有勇者斗龙的新作用的都是虚幻5引擎,我们可以在2023年末率先体验一下次时代引擎,带给我们的画面,图形,灯光,角色模型,仙主为快, 我最早接触铁拳系列游戏是在上高中的时候,那时候在包机房,两块钱还是三块钱一个小时,玩的就是铁拳2,是被同学带过去的,后来没过多久就出了铁拳3,铁拳3我也非常喜欢,但是去外面玩贵啊,后来电脑有了模拟器,就在电脑上玩铁拳3,特别喜欢里面的小玉那个角色,还有木头人,那个大熊猫也不错, 那个时候的小玉我觉得还是偏东方的感觉,铁拳7,铁拳8,里面的小玉也包括其他角色,我感觉是符合西方审美的,铁拳7其实也是2015年前后的游戏了,铁拳8是2024年的游戏, 我感觉铁拳3里面的小玉还是偏东方审美的,我更喜欢铁拳3的小玉,我刚才也做了一些调查,铁拳8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日本的制作人员,在画面,打击感,风格方面都是偏向欧美范儿的,那天我看了一下风神榜的电影,那里边特效真不错,我在看片尾字幕的时候,有很多这种特效的工作人员,也是外国人的名字, 所以在电影里边的特效,那些城堡,也是偏欧美的那种感觉,像魔兽啊,或者像指环王,有点那种感觉,不太像咱们东方的东西,行,别的就不多说了,现在各位看到的背景视频,是我用PS5内置录制的,4K60的画面,你感觉怎么样呢?你会买铁拳8吗?欢迎写到评论区。